嗯 什麼 有五零同道想拜訪本關 這女生是誰啊 不會是司徒英吧 這姑娘好面熟 你是雙搖小妹子嗎 果然是小雙搖 咱們好些年不見了 啊對講說是慕容慕容啊 我是不是司徒司徒是神雀宮的 這一個應該就是慕容 真吧 是嗎 那要是慕容真吧改成慕容英吧 應該是 張姐姐倒是附他了許多 哎他剛是配音真姐姐對不對 對沒錯是慕容真 他剛配音配真姐姐 聽說你去年跟 韓氏兄才能親還生個女兒 想必一家和樂龍龍爸 啊這個女兒子閒機了 哎 和你小的可差的多了 別在意 小雙搖的朋友就是生我們的客人 爹向來不太居於什麼身份禮節 爹向來不太居於什麼身份禮節 父親大人各位掌門前輩 抱歉打擾你們談天的雅興 晚輩帶著空同派白霜搖 與四位朋友前來拜見 是小霜搖啊 聽楚兄說 你與一位少年嬰俠在外遊歷 老夫以為你這回不來了 正覺得遺憾呢 是小霜搖 空同派弟子白霜搖 與四位同行有利的朋友 拜見慕容前輩及各位掌門師長 掏擾之處還請恕罪 浩雲殿乃是譚武論義之所 在此無須居於常有備份 我白禮掌門也是沒看過的 然後 守徒公孫集哎說要門 不是公孫集當掌門哎 是一個陽絕戰 這也是新的 晚輩聖子俊 見過眾位前輩師兄 還請多多指教 夢龍前輩果然神空廣大 不讓貴晚輩的是一清二楚 還要歡迎待會介紹晚輩幾位朋友 這是過於不去 嗯 好說 老夫因為過去的姻緣 與官府進軍都有往來 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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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咱們回到正題 李方光顧之處 似乎大多與官府有關 由此看來 他們所尋覓的 若非王家珍藏 便是機密文件 这批妖人横行无阻 肆无忌惮 使我等于无误 倘若置之不理 危害必大 咱们五大派子当合力除了他们 慕容掌门一向足智多谋 想必胸中已经有了妙计 朝廷密探对这批奸细早有窒息 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动向 听慕容灌主的语气 莫非哪个陷阱就在这里 杨掌门猜得没错 所以慕容灌主利用那个内应 提供假消息给辽人 引诱萧音一行闯进那深渊迷阵后 任他们在其中自生自灭 正是 老夫以为萧音这女子子实甚高 都傲好强 五大派人马群集于此 反悔记得他故意挑这时候来闯 所以北京即位在设下 多忍耐几天粗茶淡饭了 慕容灌主客气了 如果这里招待的可以称为粗茶淡饭 只怕开封中皇宫里的御厨都要卷破盖走路了 话说回来 慕容灌主提到有两件事 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这第二件事 就是最近黑衣剑狂身无名 冲出江湖 你也听说个人 慕某前来向阳的途中 也从有人那里听说了此事 神无名的剑法与内功都是自辟蹊径 走至刚至猛的路子 翻铁苏刚于他根本不堪一用 即使神兵利刃 也得尽留三分 因此他苦意没有合手的兵刃 始终无法将剑意发挥到极致 而从牧掌们这番话听来 重现江湖的神无名作风一转 他似乎终于找到了 能承受自己刚猛内力的趁手兵器 在下很好奇 那柄漆黑的剑到底是什么 不用猜了 那还可能是什么 当然就是霸剑 左真人平时云游四海 行踪飘忽 鲜少过问武林种事 没想到今日突然大驾光临神武冠 党真是必派的无上光荣 慕容观主不须客他 老夫向来不想管你们的事 成盟 左真人特地前来传达钥匙 我等五大派皆敢盛情 却不知左真人有何要事相告 老夫踏进前门的时候 听到你们在谈论深无名的兵刃 正巧那就是老夫来此的目的 青雪 左真人 请容在下无礼一问 您如此肯定深无名所用的漆黑长剑 就是传说中的霸剑 不知您是亲眼目睹 还是曾经与深无名交过手 两个你都猜对了 保护过去越剑无数 却也认不出那柄 是样奇特的漆黑长剑 但有如此神威的名人 绝对是霸剑不会错 这么说来 他最近到处找人比剑 就是在测试这套剑法 神无名一生追求剑的极致 为了证明自己的剑法天下最强 他一定会找天下武功最强的几个人 来一决高下 在下以为左真人过滤了 霸剑在谭渊之战时便已失落 没道理会突然出现在 这样一个寻常无名少年的手中 想必深无名 只是得到了一把大巧不公 形貌特异的好剑 即使他在十八年后剑法大尽 何在场的五大掌门之力 他也未必就能在这里横行无足 白礼掌门 你言下之意 是老夫刚才说的是一派胡言吗 白礼掌门 说不定你会知道 他是去哪里 偷什么东西 左真人 在下不明白 您为何突然提起这萧萧的事 咱们明人不说暗语 您想说什么 就请直说无妨 白礼掌门乃是明眼人 这话就说到这里就好 神小子 老夫临走之前 有几句话要特别对你说 或许在此的都是当今的正派起诉 那对于霸界现世一事 他们心中各有盘算 多半会因此而对你怀有异心 老夫劝你不要在这是非之地久留 以免惹祸上身 之后该当如何 老夫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 杰哥 原来 你对我这么好啊杰哥 你竟然看我的脑中的事物 你竟然这么关心我 还有刚刚左旋提 杰形白礼圣 这个小小的事情难道是说 暗子这个白礼掌门去请人家偷东西 啊 多谢左前妹的提醒 晚辈会好好考虑的 左真人平素特立独行自行骑士 向来不与我等为伍 虽然他特地前来告知 神无名剑力打击 多半是有其他用意 在下一位 当武之急是查明神无名取得的到底是不是霸剑 想必各位都明白 左真人特地前来说刚才那些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告诉我们 这位身性少年将霸剑交给了神无名 如今看来 这一切来龙去脉都得着落在他身上 在下一位 应当先将这位身性少年留下 由我等详家询问 在查明这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之后 再来妥善商量对策 他过去的作风不太可能牵扯上这位年轻轻轻的生少侠 并且生少侠并非醉了 我们岂可随便留下来问话 哇慕元君 你能真好啊 慕元圈就是那个慕斯伯吧 对不对 这个掌门是没换的是同一个 我记得他以前很偏激啊 哈哈哈哈 啊不是以前之后的还生节还很偏激 哇讲这句话真是好掌门啊 骑兵师傅与各位前辈 这小子与身无名是义父子关系 周师兄 那时申大哥是为了救你们一命才向义父讲情 我没有他设法说服双方罢手 你们岂能活着离开赤石谷 百双羊你 却你竟然违背为死一再交代不得兴趣万多的引力 就这样茂斯茂撞的带着门下去寻找生物名的下落 你以为遇到生物名之后 能让他手下做了几招 弟弟子写错了 从而来扯地商业结束之后 马上给我回防禁闭反省 为了我派人能前去传唤 就不许给我离开房门一步 神少侠 多谢你大量救了这列祖和诸董门的性命 老婆记住碧牌欠你这份恩情 之后再好好向你自信 晚辈子 晚辈只是想尽力化解一场腥风争斗 希望能避免无畏的死伤 让义父 少遭恶业罢了 这么说来 神少侠果真是深无名的义子了 深无名 乃是武林中的头号公帝 多年来欠下无数血债 无论是谁 帮助深无名 就等于于我们武林正派为敌 阳掌门 深少侠因为姻缘巧合 而与碧派有些交情 老夫素知他古道热肠 人侠好善 与深无名绝非同一类人 土毛愿意志起 统统盼的名声为深少侠的人品担保 可惜之后便租好的 嗯 或许深少侠 是意外与深无名结下一父子之缘 不过 即使他并未为恶 此事也与他脱不了关系 只怕 还是得由他 来将这一切交代个清楚 埃里掌门所言极实 既然如此 某某自愿负起向深少侠询问详情之责 你突然觉得这个牧师博怪怪 我记得 在周崇 初号在欢声节的时候 他不是 还是幽成啊幽成的时候 周崇不是 是周崇吗 周崇对夏侯以色一个真吗 脆骨神针对不对 脆骨神针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吧 就是他 然后周崇 我记得周崇有说 指缘派有很多什么 暗器什么鬼的 可以让你讲出很多 就是可以拷问啊 他这样子讲我觉得他怪怪的哦 周崇深少侠吸引过木某 对木某拎着时间地点之后 再邀请深少侠前来一谈 不知深少侠以为如何 多谢母兄毛遂自荐 不过也请让楚某凑个热闹 楚前辈客气了 得有两位掌门正式邀请 给了晚辈这么大的面子 晚辈岂能不知好歹 既然深少侠也同意了 此事就先如此决定 既然慕容灌主有此提议 在下自无异议 反正咱们还会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就一慕容灌主之见 今天先到此为止吧 有时间点 升少侠 姚梅子 以及其他几位朋友 我们这就走吧 那就有请慕容师姐带路了 汪老板那边我都打电好了 你们想住多久都成 慕容师姐不许在意 姚妹子 你知道我爹楚氏向来思虑深远 老谋深算 他这么做 或许只是避免多生事端 可未必全是为了你们 你什么不好提 一提起他我就兴致全没了 沈大哥 多怪我不好 早知道会扯出这堆事端 我就不应该蠢到体育区 省武冠瞧什么天下英雄 养妹无需自责 幸好有你带我去了神武冠 我才会知道 交给依父的那柄剑 现在让它变成那个样子 沈兄弟当时想帮令尊 原本是人之常情 之后会有这种结果 实是始料未及 远也不能全怪你 和官人无需过滤 和官人无需过滤 武派掌门虽然各怀心思 但储掌门与牧掌门 站在我们这边 慕容贯主处事公正 且相信 他们不会因此而为难公子的 这些武林侠客之类的 就是啰嗦的解 说来话长 那是早在遇见小前辈之前的事了 掌柜的 您要相信我 内林真的闹鬼 总之 这份酒菜我不送了 您想送 就自己去送吧 我要到后面 喝点酒压压惊惊了 光天化日之下闹什么鬼 先路远不想去直说就好 真是的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偷懒 什么借口都想得出来 不过这样一来 这些酒菜 却要找谁送去才好 不知为何 我觉得那位小二哥说的是真话 如果这襄阳城里有闹鬼的地方 我都想去瞧瞧 沈大哥如果不是个性热心助人 就是天性好奇 不过 听你这样一说 我也挺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甚小示威 看似不重要的事情 往往关系重大 既然深兄弟觉得奇怪 咱们就去好好问个究竟 那咱们这就走吧 方掌柜 大家听到你与刚才的小二哥的对话 他说城里有地方闹鬼 不知是什么一回事 还是这样的 少找有一笔千亿少年 拿个闭店付了银子 要我们送韭菜的码头那里 一收画房里 不然那个小二去救他原本 不都拿回来 哎 他一看到我开头凉着说 那个画房里闹鬼 什么一见闻 就是一条生不见底的苍蓝 整个奇咬吃你啊 这家伙杜八喝了太多不久 回头也去仓库清点一下 原来如此 如果掌柜你不介意的话 在下愿意替那位小二哥 帮忙把韭菜送过去那个 那烧画房 不是掌柜你以为如何 哎 升少侠乃是神武官交代 老夫要好好招待龟客 怎么好意思 那我帮你去做都吓人的办的猜事呢 掌柜你有所不知 在下生息好奇 那小二哥直言之后 就想亲自去瞧瞧 那那艘画房是怎么模样 把酒家送去 不过是居所知道 掌柜无需介意 哎 既然升少侠如此坚持 那么这件 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哎 就他还都撞到这个墨盒里了 你将他送到画房里就行 我明白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看来那位小二哥说的是真话 这不是做普通的画房 莫非这是幻象吗 这并非虚假的幻象 还是到家的洞天藏镜之法 即使大陆整栋房宅 巫色也能说 以方寸直接随身携带 而以这艘画幻的大小 大概整座宫殿都能放进来 听小前辈这么说 却想起好像曾看过类似的地方 我大概知道蓝姐姐说的是哪里了 咱们快过去瞧瞧吧 那谁啊 谁 谁 谁 啊 是盛大哥与白姐姐他们 原来是他们呢 哎 人家妹子 黄埔兄弟 没想到真的是你们 请原来我们不请自来 跪趴的画房 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 盛大哥 你们大家光临 我们岂有不欢迎的道理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也才刚到响眼不不久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巨掌柜之言 黄埔兄弟先前在客栅里订了韭菜 可是负责送餐盒的小二哥一进来就被那段肠狼给吓坏了 所以 请由我代替他跑这一趟 黄埔兄弟 既然你们 这座画房 如此特别 我想还是多久新鲜 最好别让 不明就有人进来 要是外头什么 游言蜚语 与你们 总不是一件好事 沈大哥说的是 此事 的确是我有钱考虑 不过 说了一道轻巧 师傅传一回来 要我 要我去找你们 若是你们没有自己走上门 我可不晓得上哪儿去找 就不知前辈 他有什么指教 相亲我也不清楚 少早师傅 我大师兄从外面回来之后 吩咐我们过好画房 就又出门去 师傅会去办你 办你什么要事 不久之后 师傅就用本门 本门法门传音 要我设法找到你们 做事有事 需要借用你们的本领 想拿好你们全去一趟 之前我们为了逃离子咬风封界 而毁坏子军巴金镇 我以为左前辈 就算没打算一碰面 就当场将我抽筋剥皮 应该也会气到 再也不想看到 我这个捣乱的祸首才是 没想到左前辈 被这样不计此恨 还愿意开口找我们帮忙 他的这份歧途 与胸襟 实在有点佩服不理 喂喂喂 主角你也太单纯了吧 人家只是想利用你吧 还这么单纯 他还想再看看你吧 啊 小心啊 盛哲俊 小心腰痛痛了哦 不 正如盛大哥你所想的 师傅绝非宽宏大量之人 他的歌星 牙齿比拔 凡是从不上巴敢胸 对未能所畏惧 不过他很不可思议的 对你特别立免去看待 在巴金镇被回后 他不但没有对此揍一下眉头 提到你事也没有露出丝毫怒意 所以他要我去找你帮忙 我再送你一口气之余 却不觉得是意外 哦 原来如此 若左前辈愿意不计前嫌 就最好不过了 与他与秦师兄之能 不知是什么事能难得了他们 不过咱们左前辈看得起 我们自当尽力而为 话说火燃 左前辈要我们去哪里 师傅说 要你们去神农顶西风绝岭的杖神谷 据说那里与世隔绝 从外面跟我没有路可以进去 不过师傅说 你们有办法能到人那里 老夫知道杖神谷 那是神农顶的一个孤风祈礼 听小前辈这么说 那似乎是个挺可怕的地方 小妹不用费心猜想这个 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皇甫兄弟 若左前辈再次传言询问 就麻烦你告诉他 我们会依照他的吩咐 尽快赶去杖神谷 左前辈小妹不喜欢酒栽 我们也赶快动身在一起 皇甫兄弟 你学妹子 我们下次再来到老 多谢神大哥 你路上爱情多小心 神大哥 我们一言为定哦 你学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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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师傅与师兄在 那杖神谷 依然是个危险之所 神大哥你们到了那里之后 可千万别掉以轻心 这位不是天雄们的 因为人硬师兄吗 果然是硬 虽然捏水本们一起来到襄阳 可是在神武关里 觉得气闷趁机偷空出来 喝茶看看风景吗 啊 有久不见 没想到生肖侠还记得在下 实不相瞒 在下是奉掌门师伯之命 来查一件尖密之事 然而在下很少下单历练 本就十分不按事物 而掌门师伯交代的 也并非寻常之事 在下毫无头绪 不知如何办起 那苦恼不已 发力掌门的吩咐吗 在下也算有天雄们 有些缘分 或许只是在下能帮得上忙 还望硬师兄不练见告 哦 生肖侠的心思 聪明远胜在下 若能得到你相助 我想 还有希望能不负掌门师伯所托 不过四射本门机密 请生肖侠绝对不可以 和他人透露 那还用说 于子晴硬师兄尽管放心 这下毕竟守口如品 绝不泄露 绝不泄露知智片语 神少侠应该还记得上次地下密道之事 在敌人神秘退走之后 我们在库房里 发现一个黑衣人尸体 然而掌门师伯将此次灭而不宣 也没追究对方的来历 这是 主角遇到那个黑衣人吗 直到本门一同来到神武关 参加武林大会后 前几天掌门师伯突然叫我 将我见到一旁 吩咐我这个机密才是 他说死在本门的黑衣人 就是梁上霄的著名飞贼 他那本门是偷走一件至宝 最后面上于此 但那至宝已不翼而飞 就被主角捡走了嘛 而梁上霄有一个叫 非天署的搭档 有人知道那至宝的下落 最后掌门师伯費了一番功夫 是否打听到非天署的机关命枯 就在襄阳城里 因此趁这是来襄阳的机会 要往暗中查出非天署的躲藏之处 然而我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 在襄阳又是人生地不守 在城里四处转了半天 胡乱问了几个路人之后 还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只好在这里发愁 原来如此 像襄阳这样的自然严密的军事重镇 竟然有非贼群的把哪吵长在这里 往前不把光斧放在眼里 阿鲁是敢 党大妄为 应该是对隐藏巢穴的机关 深具信心 这位肥贼前辈挺有意思 或许值得见上眼见 大家会设法 找到他的密姑所在 亲眼瞧一瞧他的是什么模样 就想象城里 必定有人知道非天署的事情 大家会打听这个开始 客战的掌柜应该会知道些什么 因此中 这件事就交给在下 为经理而为的 太好了 那么这件事就全拜托森少侠了 汪掌柜 这下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可方便耽误你一下子吗 哎 森少侠不用客气啊 只要是老夫听过的人 必定是自无不言 不知道你想打听也是谁啊 这下才想 这或许不是能释出大声问的事 听说在厢阳城里住着一位 叫非天署的著名非贼 不知道掌柜你是否听过这回事 哎自然听过啊 这襄阳这是无人不知的秘密 因此襄阳街坊之间 流传仅值于传说而已 我官府从来没找过 找过他的传生之处 所以也不承认有这回事 而这位非天署名声 虽然想样 却不曾在襄阳坐过啊 这些年来 没有人真正看过他 更别提他是否真的住在襄阳 不过程少侠突然提起这个 倒到老夫想起一件事 不知汪掌柜想起什么事 还请说来听听 前天有一批收火的官差 来到闭店吃饭喝酒 其中有一个被众人叫做冯泰的 宣称他在一次轮子巡演的时候 看到两个神秘的黑衣人 在黑夜中一前以后飞奔而过啊 那两个身手都十分利落 那一要轻易的越过墙环啊 啊墙源啊 他们在防射屋顶上呢 飞身追逐 就全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两人随后就消失在这个夜色之中 再也没有任何踪影啊 一前以后 显然是有一个黑衣人在追逐另一个 看来他们的情况都很好 莫非其中一人是非天署 这个老夫啊就不知道 因此他也指出了这些 现在呢就是他也在吹牛胡扯 排位置伐他喝三杯酒 我神少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 可以去找这位冯泰问问 啊掌柜你说的是 在他在下就跑一趟光复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情报感激不尽 还小是一段无需客气啊 请慢着啊 这位可是冯泰吗 在下得客帐的汪掌柜指点 特地前来打听一件事 不知你线下方便与否 原来如此 不过王掌柜派你来逃酒钱就好 我某是个小牙医 不知小兄弟想问些什么事 听说冯兄曾提起巡夜时遇到黑衣人追逐 虽然话还没有讲完 就被他人打断 但只是听来却非寻常 在下想知道其中的详情 还望冯兄不令剑歌 哦 原来是我说了也没人相信的那件事啊 其中那天 云木低垂 月色昏暗 一幅快要下大雨的样子 我带着睡意在丑时过后出去巡夜 日下是一片的寂静 月光围络的街上一片漆黑 只要原点就看不清楚 我寻的往常的途径巡夜 正想着今晚一样平静无视之际 就看到远方城门旁的凉亭 凉亭边串出两道人影 黑暗中胡子模糊的看到这两人都穿黑衣 其中一个人脸上 带着什么遮变容貌的东西 颈椎另一个不放 这两个伸手都很厉害 一众声就能跳上防点的高枪 在乌射墙圆之间奔行飞跳 也丝毫不发出声响 怎么可能 被追的那个似乎受得伤 不过身心脚步却丝毫没有慢下来 直接他东奔西窗向甩开追兵 突然大开几步之后 他一反正便往巷弄里装裙 另一人立刻尾随起后 人人一眨眼就没得踪影 只剩下我云翼目瞪口袋 仿佛看到是一场梦境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过 脸上像是带着什么的黑衣人 好奇怪 这模样有种说不似的熟悉 可是又想不起在哪里看过 话说回来 在那之后呢 鸿兄可有去看看吗 探 看 吗 探 看 吗 探 看 我发了一会答案之后 终于决定上写看看 一路走回到 当初看到鸿铁那边 四处端详 半想之后 终于在地上发现一点血迹 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我随即 想到受伤的黑衣人 可能要逃窜时 一路留下血迹 撞起挡子 想沿着血迹去小孩做镜 只是天 突然 天上雷冠一闪 随即下起如豆般大雨 把地上的血迹 冲得一干二净 我顿时放弃了其他电头 随即返回 赴牙里躲履去 由于现场没留下什么痕迹 我就没着急把 当时所见的往上罢 果然这件事之后 就没得吓我了 时的异常 我自己也忘了 要不是那次喝酒 是大家一起的信息 躺到飞天主的传说 我大概也不会想起 有一件 说了也没人会相信的事的 哈哈 萌萌 知道就这些了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大家明白了 此分感谢冯兄的详细说明 听到疑问 不知你是否觉得 非天署就在那两人之中 这冯某可就不清楚了 只能说那两人身手都很了得 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那其中之一 真的是非天署也毫不奇怪 在此大佬多事 多谢冯兄 若控告诉在下这些 在下先告辞 哎小兄弟不用客气 那么冯某失陪了 虽然唯一可以用来追踪血迹的大鱼 被冲刷掉 不过霸者之眼 似乎可以看到肉眼所不能见点东西 倘若如此 待会就去他说过两天那也试试看好了 对吧 地上裹成有一处模糊的血迹 那照一模糊到不可辨认 霸者之眼这样清零发现 好那就从这一路开始寻找其他血迹吧 哎 生殖菌的眼睛是那个 鲁木鲁若米四季哦 刚讲错是鲁米若四季啊 生殖菌的眼睛霸的字眼是有鲁米若四季的成分在哦 哈哈 他可以把那个消失不见的血迹 然后用那个鲁米若的那个 那个化学反应可以看到啊 看到血迹哦 哇这样子以后啊都不用这个了啊 都不用检察官了 不用见识官在那边 那边清掃啊杀那个鲁米若四季 用霸者之眼 强 太神了 好像在这里吧 这里有一处血迹 下车血迹应该在附近不远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伤者应该不会往大街上逃 好 好的 据说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处血迹 此地的狭窄向洞不利逃跑 那伤者应该挑战无理 企图白头追兵 那我没猜错的话 既然他应该是继续往洞而行 这里 晚南无路可逃 他可能在此转向向北 这里吗 这里吗 看到 他应该是转 转回忆隐藏行众小巷道 这么说来 他接下来应该往回头往西去 怎么你都知道 試圖利用房屋抢完来遮蔽 对方的视线 那么前面的民居宅院 真是绝佳的住所 哦他们前进很明显 必须往西 可以 那也不太可能往均匀的方向回去 那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是 就是晚南的 然后这个方向走 前面是一条死巷 相信在那里可以找到什么注射马迹 今天都可以知道前面有注射马迹了 墙上的洞孔 风吹日在射者与周围越有不同 还有些磨损的痕迹 我应该仔细查看上头 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上头 他似乎并非单纯的破损 而是放入什么物事 而是形状的大小 那我相信某个东西 之前在地下密道拿走铁尾的时候 也在旁边断卸黑衣人怀中 发现一个黄金老鼠 说不定这个 这里配天鼠的证明还有什么观点 哦 难道是塞了那个黄金鼠吗 哦 哦 哎对了 黄金老鼠底下就开启这机关的钥匙 所以中间一路到实际上就没有了 因为少些路口是藏在这里 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得赶快进去瞧瞧 这个支线长度超长 嗯 没想到那机关门下降了一方天地 等在兵家重镇里 兵家重镇里 兵家重镇的相言弄是如此惊人的触手来当长生之处 都会配天鼠前面的本领与荡量 如此令人佩服 前面这广阔的深刻 应该防放入侵者之用 而手里面其中的许多石度 小妹都通过这深刻的关键 不过实际会很难辨 别靠近一点才能看清楚 这个门还有弹性 门老老关上 都带有快太过心急 明知道这地下密窟 毕竟充满激光就毫无警觉 就一下子中这寝军入望之陷阱 这条鲁金只能找到方法 越过刚才那个深刻 若你见到飞艇鼠前辈 或许就会移开此地的机会 好 所以 呦 看起来好高 哦 所以就这样 我这边有水水 我的身份上跳是 就跳过去吧 哇靠这这种 跳 跳距不是非常好的 等那个 的操作要我跳这个 真的头会痛 开玩笑哦 我在无名鼓可是都有练轻功德 呵呵 ok 反正第一个跳不过 攻略是说这一个啦 这个先跳 哎啊 哦 刚刚都是演的 不让了不让了 啊 我在我在先七 啊 我在地方 这个小小的 小小的平台我挑不过 哦 血要命 喂啊 我谁 小的 ok 啦 这个难度 没有没有像先七那么难 那 嘿 在哪里 可 ok 啦 小意思啊 这个要用跑的 哦 哦 还有啊 哈哈 哈哈 这个是 应该补充跳都可以吧 对 补充跳都可以 好的 然后勒 这样 哦 这边好像比较简单哦 有个宝物哎 然后勒 下面这个 跳下面这个 下面有一个宝物哎 你看啊看下面那是什么东西 黑黄石很烂东西 收成比较保险一点 这个比较高 这个比较高 可以 还有哦 这个设计啊如果是不会跳的人真的是 会跳到哭哎 真是会跳到哭出来 应该是到这里了啦 后面还有吗 哈还有 哈 等一下我要走回去是不是 可是我们要重新跳回去 哎 这个很过分哎 真的假的 关系啊我用 先跳的跳回去 这里 好嘞 我又吓死我了 看起来是走这个路线啊 前面这一条路 ok 所以这边只是支線呢 支線搞那么复杂啊 ok 这边还算简单 ok 还有 然后 哎呦刚刚那个 我跟不知道 穿墙还有笑我跳 啊 应该是跳过去吧 我先七有训练过啊 行列其他乱七有很多主角跳跳到某个地方去解任务 啊我又要跳回去是不是 好的我们刚才结一个机关 来我们现在要跳回去 好我们往这边走 没错哦 ok 我们这边穿个打 来 不过这边是支線啊不是主线 他可能主线不敢做成 做成那么那么靠北的地方 哇 啊 干你呼我 不能剪 什么 啊我跳这边穿好 你唬我 你欺骗我感情 我跳这 我跳这边你 你不给我剪 你这是 烂死 太过分了吧 这个可要弄跑的 这个可要弄跑的 啊 好最保险的方法是从这边跳啊 比较安全一点 我那边跳应该比较舒服一点 哎这没有东西反系完 嗯 这样这样跳比较安全一点 啊终于要到了 哎 这里 跳这个 啊 啊 我有点上面有宝物有没有 哦 真的假的 没关系 嗯不用花到一小时啊 不舒服 有宝物啊 刚刚宝物就是代表可以搜刮啊 好不容易通过前面的机关去来到这里 让我知道我们 闻风不动 不知道是我走错路了 还是开这个 这道门的机关常常踏出 你没走错路 小子 你的确找到我 所以开这个 这道门的机关 你就不用费力去找了 因为他在门 这道门的后面 问问你 就是非天署前辈 正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密铺的路口 不过 你的一路通过机关来到这里 说明你确实有基本本事 我以为在离开此地之前 想和你谈个交易 我知道你是谁 也猜得到是谁要你来找我 就算你来到离我只有知识之处 我一样能轻易从暗道的道理 所以你虽然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还是只能失望而返 而相反的 若你愿意诚实回答我几个问题 帮我弄清楚 长久以来的疑惑 我就拿某个秘密来交换 如此 对咱们彼此都有好处 就提议你以为如何 前辈误会了 在下只想见一见传送中的飞贼 那哥哥们与前辈交谈 已经心满意足了 并没有打算过管闲事 最为前辈的提议码 在下的确是挺感兴趣 只要是可以透露知识 在下必定句实已达 不知前辈想问些什么 好 首先 开启此地路口的钥匙是黄金老鼠 那机关极为精巧 老鼠的形状重量 必须分口不查 才能触动 有这样的黄金老鼠 世上就有两个 都是出自于之手 你手上的那个 却是从哪里弄来的 那是在下许久之前 悟闯太上的一触命道士 在一名磨灭黑衣人的尸体上找到 当时只出于好奇 却没料到他竟然会是 此地路口机关的钥匙 另一只黄金老鼠 我给我的兄弟梁上啸 那个实际的黑衣人 肯定是他了 难过许久没有他的消息 让我猜猜 那个地下密道 是不是与台上的千玄门有关 前辈塑料不查 那里的确是天玄门的要地 看来梁上啸与前辈关心色口 前辈只猜猜这一点 莫非是杨上啸前辈 杨上啸丞相前辈提过些什么 你猜的没错 那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用你来找我的 是不是戴着一个奇怪面具的黑衣人 那有没有告诉过你之前 在襄阳的雨夜遇到我 哦啊这个倒不是 万辈是说一位朋友所托 等一下 那个戴一个很奇怪面具 该不会就是白里 白里掌门吧 就是天玄门现在的掌门 哎呦 哎呦 难怪他看到那个密道的黑衣人 然后不告诉大家 这个黑衣人尸体的事情 而且还知道他的名号 然后叫英伟人 叫英凤人去调查 哦 难怪难怪难怪 雷靖哥 雷靖哥 雷靖哥当场在武林大会的时候 有稍微呛一下白里掌门 然后白里掌门还装饰 啊 そうですね 那白里掌门到底是不是个伪君子呢 晚辈这时候一位朋友所托 并非前辈所说的这号人物 不过晚辈的确知道前辈在雨夜 被另一个黑衣人追逐之事 也是经由这个线索才一度找到这里 然而奇怪的是 前辈描述的这位黑衣人 在下也觉得似曾相似 但若宁神仔细一想 最后前辈记不起是在那里见过 应该是白里掌门吧 嗯 至少我们见到了 应该是同一个人 然而我那兄弟 却是命上于天旋门内 这样一切中的串起来 你的确与此事关系匪浅 被牵扯在其中 并非我来 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 所以我先你解开我的疑惑 现在轮到我告诉你我所说的秘密 而这都与那黑衣人有关 这得从我那兄弟 梁上校上次来襄阳找我时说起 我们因为南北两大飞铁之米尔结尾翼兄弟之后 平常就用密信指条互相联系 不时到各地相约见面很久 我在襄阳定局之后 他每隔几个月就会来找我 他一向很少谈自己的事 上次来的时候就特别多话 还夸口说这些大声音 要去台上见学们到处一样东西 这样风险不小 但对方开了价钱 足够让他退隐养老 那时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但是并未出颜阻止 果不其然 在这之后 他就阴性全无 我担忧起他的安危 但是江湖中 没人知道关于他的消息 还有一件事 带着面具的人还有一个 所以当初肖香 第一次遇到主角的时候把他们打败 出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出来解救他 那这个戴着面具这个人呢 到底是不是白衣掌门呢 不知道 但是刚刚主角说戴个面具的人 应该是应该是指那个啦 不是白衣掌门 但是我听下来觉得是白衣掌门 是那个戴青铜面具的那个人 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戴面具的人 应该是指 当初阻止肖香杀 真主角的那个人 应该是 我猜的 我知道从天雄门下说 前往望见风暗中窥看 所以没打听到我那兄弟的下落 却得到一些有序的发现 大多都是关于天雄门掌门白衣掌门 你看吧 这白衣掌门就是有鬼 白衣掌门的确是高深默测的人 听说他身居 身居减粗 潜心练功 很少在外面走动 不知道前辈发现的是什么 据说这位白衣掌门受过重伤 无法再实现 为了疗伤 另屁无学袭警 因此长年闭关修炼剑气之处 我两次你叫过黑人的剑气 这肯定并非虚眼 什么意思啊 这段话音怪怪的 他说 哦 他说白衣掌门受过重伤 没有在用剑吗 然后他就是有学剑剑气 然后他跟追杀他的黑人呢 也是用剑气的 可是用剑气还有一个人啊 是雷静啊 哦 反正白衣掌门也有可能是啊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不过他说闭门不出 这全然是假话 若非我曾轻一点目睹素质 大概也不会相信堂堂千玄门掌门 经过在夜里坏上黑衣 戴着一副青绿色的面具 啊跟我猜的一模一样啊 这戴着青绿色的面具就是白衣掌门 就生存去两次的就是白衣掌门 还真的是 难道最后的boss就是他 哎呦 精彩了哦 神不知鬼不觉的 从长青春附近一出密道出路 而且一去就十天半个月 本来却办的并非寻常小事 这位白衣掌门 现在有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身份 长青春的密 一出密道出路是指地那个地道吗 还是指那个无名鼓啊 听前面这么一出哦 在下车上想起来 之前似乎在长青春旁的密道 遇到那位那位面具黑一人的 难得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在之后就没了印象 的确如此 我猜多半是那个古怪面具的缘故 我也是千军欲把之际 夺过他的剑气 才得以记他的模样 侥幸留着性命回到香港后 我暂时将此时放在一旁 显现日子 神武官开武林大会 召集各派商议钥匙 千玄美瘦一辆之力 于是我称弟弟之变 在暗中监视动静 发现白衣掌门 仍以黑衣面具之质 在夜里悄悄外出 若他们移开襄阳 通常会到 工轩客战外面窥探 我才 在打探你的动静 看他还十分在意 在那位左真人之眼 不过他在此还是有所顾忌 一直不敢轻军妄动 而在西里违常的见识他一阵子之后 我开始冲切下来 没察觉到他已经发现我跟踪载后 他也故意装作回南不知 只要那一夜风雨之夜 让我发现他故意将我 诱到西郎讲诞出两挺之时 已经来为其全身而退 幸而我还是躲过一记致命杀猪 带着伤 东奔西窗 事后一看他之后 总算逃回了这里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 前辈猜的没错 确实是白衣掌门 命令门下锁托殷师兄 寻找前辈的下落 这叫说殷师兄锁托 才应得知道此事的 他为了取我性命 深发自己的身份曝光 又不能明哲亲自来找我的行众 只要命令弟子出面查访 写着访到今有我之口 知道这个大秘密 哈哈哈哈 这个白衣掌门机关算计 但能算终究不如天算 只能说一切都上上的安排吧 我要说的秘密就到此为止 我也该准备离开了 小子 你之后好自为之吧 前辈 你要离开这个地下巢穴吗 在这里秘密建造路出处所 花费的心力难以想象 你打算打算就这样放弃他吗 既然这巢穴秘密 已经被万人得知 就只能忍痛放弃了 而且我那兄弟 再也不会来这里找我 留在这里突然伤感 不如换个地方充起炉灶 小子 待会我把持地的机关全部关闭 你可以从路口那道门离开 但出去之后就永远回不到这里 那环境老鼠 你就自己留着吧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在左右两边的铁栏杆之后 有几个箱子 里面放着我一些用不到的东西 就拿来当作林北的礼物吧 待会我一定把铁栏杆开了 想要什么就尽管拿走吧 那么咱们后会有期了 小子 或许将来有机会再见面 你多保重 看来前辈毕竟离开 这个秘密公哭也将就职关闭 之后就向殷师兄回报此时 然而想到白蚁掌门的正面目 让他知道这里的秘密 似乎对我没什么好处 这样好了 这有些对不起殷师兄 就想个借口拿黄金老鼠敷衍他一下 让他能回去教材便是 非天署前辈与慈利的秘密 就永远留在这个黑暗之中吧 我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哦 在上部曲没有出现过吗 画环铁银 冗月银刀乌光玄铁 诶很多诶 神机兵法书 试炼火筒 叶子金 我还有三个 玄罗仙秀 金匪圆金 两万一 凤翼才怪 诶他给的装备还蛮好的诶 词匠神符 哇我这样会不会太快知道 那个金铜面具的身份是谁了啊 会不会太快知道 我看来是可以走走踢的 啊不然在那边跳一次了 真的会疯掉 我回去了 先去找殷师兄哈 神少侠 你看来是为什么画侠说 未来是觉得飞天熟蜜枯 有了头绪了吗 殷师兄果然心思敏对 一眼就看出来了 实不相反 殷师叔打听 确实有一些收获 那个刚才在 沉西南角的两体 那个小气使 突然有一屋 落在脚边 在他实际一看 是用黄金座的 小老鼠的雕像 在他真惊讶 这何处而来 突然 背后传来一个 能变远近的嗓音 说道 你不用飞天 找飞天熟和他的蜜枯 因他马上就离开襄阳 那蜜枯的路口 也已经封死 再也用不走的黄金老鼠 就留给你这样 您别礼物吧 这下今晚回头一望 却没有见到半个人 想必要说话 只能轻功绝佐 卓绝 抓人之间 早已去得远了 这下说的黄金老鼠 请硬之兄收下 从这黄金老鼠 说话看来是非诚本人 但那方话 这名言之词被人盯上 决定放弃这里远走高飞 这么说来 此刻他或许 已经不在襄阳城 都办如此 却仅仅是在下诊碰到这里 请硬之兄带这个黄金老鼠回去 当作是自己遇上了飞天署 将白衣掌门 说明对方已经闻风额逃避世 多谢神小小的指点 这回全靠你带来帮忙 或者我连这个黄金老鼠都见不到 容易某来自这好好的知悉 我就回去向掌门师伯 我禀报此事 是我天师陪的 可是一桩 请硬之兄不用客气 还请慢走 柯柯 好了 给完了 前辈 前辈 在下 找遍天上地下的一趟路之后 晚辈走上找到你所说的 夷火注石 和零朔玄石 之前交代的东西已经早期 这就请你过目 长者 还没话给老夫瞧瞧 这的确是夷火注石和零朔玄石没错 你果然很棒 一点都没到老夫死亡 前辈过讲 这都是空用你的服 既然材料已经齐备 老夫左手修剪 这次开始之前还先做个全备 之后的事就叫个老夫吧 你等一阵子之后再来这里听好消息便死 那一切就拜托前辈你了 修仙的零朔 三清令牌的行囊 三清令牌的行囊 大海撈针去找一个遗物 太困难了吧 這邊有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对对 兵器点 难道是魔眼死者 魔眼死者 啊 又是魔眼死者 他再次呼唤我了 我可以感觉到 还离此有段距离 南方某处 我得赶快去找他的所在 好 我们要打魔眼死者了 好 这里 好 我根本没存檔糟糕 这样 应该很强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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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要勇气再次战胜他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解除诅咒一次 可不能半毒而非 在下明白其中的凶险 只能尽力而为 好 我相信你能办得到 来吧 好 用狂魔大法 他应该是怕气光瘀症吧 先用练气 知识哈 这位大招吗 就是好大招吗 就后面蠻好看的 哇塞 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還好我五七五十七等 好好好我要上他了 一千 那命來 前任之中 然後 這一個 哦又有一桶 我一人入籍 120 右甲聲音 還好還好還好 我會聽光 為什麼主角這招好像沒有到很強 凶蟲之陣 凶碎之陣 好 血量蠻多了 我有痛的感覺 不過因為我主角被放恐怖大法所以 不太準 我主角這一招大煙衝銷比較強 燈花天舞 神魂大法 哇 和尚之這個傷害 人家可是小前輩小前輩那強呢 神魂大法 拿槍的攻擊力還是很高的 神魂大法 打主角會比較壯 因為有放被放恐怖大法的關係 神魂大法 可以了 哇 是他的大招嗎? 還好 我有補血 贏了 我們贏了 我聽見 舊偉的心跳 彈到奔丟的血液 但魔衣的詛咒再次被消化 我開始找一輩獨奏的志氣 魔腔的制服者 啊 你這命令的戰勝了 巴魯爾的邪惡 而這漫長的等待 終於到了最後一個 再一次 只要你再一次打敗我 有人徹底破除這可證的魔眼的阻操 相信你能完成你的諾言 是期待下一次見美的時刻 善大哥 善大哥 他被我們打敗之後又消失不見 我們能成功解除他身上的詛咒了嗎? 還差一步 這回我們再次消露詛咒的力量 看來 我們還可以再打敗他一次 不過 也成功已經不遠了 有進展就是好事 既然咱們要等下一次 我們就先離開這傷都沒有的曠野吧 嗯 我們走吧